在1990年的時候被披露出來了 主要是因為原來 過去還在Sovian Union 在蘇聯的時候 他們其實話說他們在 很久以前的話就發現 其實這個資料一直被煙蓋住 大概1962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那個時候有 蘇聯的研究船 他其實是要去做 有關軍事的考察 結果他們在考察的時候 竟然發現 突然發現有黑影閃過 他們就想說 這個海裡面會有一些生物也還好 可是不對 這個形體看起來很怪 好像不像魚 卻比較像人 結果快速閃過 很奇怪 那就吊詭了 對 在那個時候 人在水底下速度難多快 就算現在的科技 應該也不大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們就 整個他們軍事上面的一些 核武的尋找的一些意圖 都已經忘了 他們竟然就開始去抓 立抗你知道嗎 詭異的事情是他們竟然抓到了 真的抓到了 他們就抓到了 結果就是一個小朋友的模樣 而且其實在過去的報紙 其實還有 這看起來的話 是一個過去的報紙 而且你看是中文的報紙 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他們那時候 對於這個抓到的 而且他竟然真的是一個寶寶 大家就叫魚寶寶 或者叫做人魚寶寶 有沒有發現 看起來就是人的模樣 看起來好像有樸 身上充滿的鱗片對不對 結果他們就把這個抓起來了 立抗你知道嗎 他竟然開口說話 說人話 對 他可以說人話 對 他竟然開口說話 他難不成是你從地面上 到海底下去生活的人 這就很奇怪 因為看起來不像 因為他沒有特殊的載據 他就在海裡面 立抗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 他說的第一句竟然是 我來自亞特蘭提斯 所以真的有消失了 我大陸 他竟然說他是來自亞特蘭提斯 然後接下來的話 大家就覺得 真的還假的 他就覺得挖到寶了 然後就說 你們要把我放了 我來自亞特蘭提斯 你們要把我放了 然後大家就趁這個機會 就問他很多 亞特蘭提斯的事情 就沒想到他們說 其實他們其實是一個 真實存在的 這個路快跟人種 而且在那邊 他們的科技文明非常的高 你說什麼貧窮 疾病 痛苦 這些對他們來說 是完全沒有的事情 所以在那個地方 等於是一個極樂世界了 對 然後另外的話 他們還說 他們的壽命至少300歲 至少300歲 然後就描述那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的複數 非常的發達 但是他 記不記得他剛剛說了 一句話是什麼 我來自亞特蘭提斯 你要把我放了 你覺得後來蘇聯有沒有 把他放掉 不可能 對 他們沒有把他放掉 這些科學家 絕對不可能放人的 結果他竟然很生氣說 你們食言了 這個後果你們自己要承擔 在時序上的關係 巧妙就出來了 剛剛不是說這個故事 1990年嗎 對不對 有人說 當然這個中間 有很多選議的成分在 結果1991年 整個蘇聯就瓦解 對 就解體了 大家就說 好 這個當然整個政治解體 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來 我們把焦點 再擺回來這件事情 大家就開始好奇 你覺不覺得他剛剛講的 第一句話有詭異 為什麼他不是說 我是亞特蘭提斯人 他竟然是說 我來自亞特蘭提斯 這個事情就耐人尋為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說 有沒有可能亞特蘭提斯 竟然有各個不同的種族 我是來自亞特蘭提斯 但不表示我就是亞特蘭提斯人 所以就是說裡面有 很多種人種在那其中 因為我們對那個地方 實在是太不了解 所以大家就會說有沒有可能 他竟然只是一個特殊的人種而已 但是這一邊就出現了很多的爭論 因為他們說從外國的文法來說 雖然說我們不了解 他那時候跟蘇聯的人是講什麼語言 可是他們就有人說 他可能只是一個文法的不同 他直接講 I am from 或者是I came from Atlantis 這個是他們的說法而已 不表示說 那個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有這麼多玄妙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這一件事情的話我們剛剛就講到 引起大家很多的好奇